中国航展进入第二天 解放军空军证实 新一代签35A隐形战机 已经装上国产发动机 另外多款无人装备 也都在航展集中量上 认真与报道 在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进入第二天 现场落着微微小雨 依然无损观众的兴致 特别是当新一代签35A隐形战机出场的时候 现场观众表现得相当兴奋 解放军空军发电人也首次确认 战机已经装上国产发动机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诚意满满 特别是装备国产发动机的 歼35A精彩亮相 可以说是上心又上心 上心上的是新型的战机 上心上的是强劲的中国心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 有母副机之称的九天大型无人机 机翼配备八个重型挂点 最大特点是位于机幅的任务仓 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更换 例如发射小型无人机群 也可以执行救灾 文物运输等等的任务 体现了均文两用的理念 航展里面的中国兵器馆 集中发布了八款最新地面装备 SH-16A轮式火炮机动性强 可以原地转向 而且采用了全球首款一体式弹药装填方式 无论是跟换弹药或者开炮 炮兵都可以远程操控来完成 其余展出的还有瑞英800A无人机系统 用于情报收集和精确打击的CR-500B 无人直升机 以及VUT10中型理大式无人车 有线新闻迎震宇报导 珠海市香州区体育中心 蓄意驾车撞人事故 至今35死43人受伤 事发的现场已经清理 不少人到场献花自制 当地的民众也都连日自发捐血 柏乐情在珠海报导 事发之后 珠海市香州区体育中心未对外开放 门外停泊工程车 地面血迹已经清理 西门一带由公安和便衣把守 有附近居民到事发地点献花 短暂停留祈祷 摆放在门外的花束 很快由便衣移而走 放到附近墙边位置 之后又再有人继续献花 我们是游客 事件轮动珠海社区 内地和海外媒体 都有更进和引述官方发放的消息 当地大批民众连日自发排队捐血 帮不到其他可以做的就是这些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都平安 不要到处走 安全最重要 因为我是珠海人 然后很关注那个事情 然后看到有说那个血库告急 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去那个中心血站 他说今天晚上就是没有24小时开放了 所以我打算今天早上 吃个早餐又过来 有捐血站的职员表示 捐血的人比平时多出两倍 有市民希望可以为伤者出一分力 事发在星期一夜晚7点多 当地警方通报 62岁姓范的司机 怀疑因为不满离婚后财产分配结果 驾驻越野车 闯入珠海市香州区体育中心 状况正在锻炼的市民 之后驾车逃走和企图自杀 被港道的警员制止 他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刑事拘留 有线新闻 彭乐情在珠海报道 天周8号货运飞船 将会在近日发射升空 星期三进行全区合练 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 各项工作准备就职 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西岸卫星测控中心等等 多个任务测控站 实施联调联控 全面模仪发射准备和过程 检查各项功能 各系统已经准备就职 目前状态良好 具备发射条件 太空站组合体 也都已经做好迎接天周8号 进行后向对接的准备 按照计划 天周8号将会为 晨19航天员补充物资 航天员成组 在轨展开了守控窑操作训练 在北京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联强调 坚决反对美台 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合作 柳子一贯倡道和积极推动 两岸青年交流 终结映报道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联 增高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系绝路 表示坚决反对美台开展 任何形式的军事合作 朱凤联强调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 阻挡不了历史大势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以武谋独 不惜把台独当战场 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 把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的钱 浪费在购买武器 向外部势力讨好上面 这不仅买不来安全 反而会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 对于马英九基金会宣布 邀请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七间大陆高校师生 本月底赴台参访 他说乐见两岸青年 上来上往 走近走亲 希望大陆高校师生访问团能顺利赴台交流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 交朋友结情意 和大陆青年在交流中交心 在交往中增性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对于晨州19号任务在台湾引发热议 朱奉年表示只要两岸关系好 相信在相关太空实验和探索之中 一定会有台湾同胞参与的空间 有线新闻中杰盈报导 台湾桃园今早发生硝酸气体外泄 没有造成伤亡 现场是观音环保科学园区 一间环境科技公司 橙黄色的气体飘上半空 环保局早早7点多接到通报之后 赶去现场 初步判断是硝酸卸收的时候发生状况 导致气体外泄 目前泄漏已经停止 由于硝酸气体 有刺激性 环保局说现场情况完全受控 竟研判对周遭的环境影响不大 敏感人士出外的时候 可以佩戴口罩 辽宁丹东海关 在入境的邮件里面 检获一批保健石首饰 放射性元素超标六十几倍 海关说检获的保健石 一共有三十八包 含有放射性元素土二三二 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类致癌物 当局将会按情况移交相关部门或者责令退运 海关提醒 如果长期佩戴这批保健石 可能会危害健康 消费者购买海外商品的时候 应该慎防放射性超标的产品入境 所谓具有养生功效的保健石首饰 没有经过任何检验 搜建人没有办法知道 是否该物品存在放置性超标的情况 如果在没有任何防护条件下 长期贴身佩戴 将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维州大亚湾石化区 昨天凌晨出现明显的火光 当地消防说 涉事企业已经作出处置 事件没有造成伤亡 本港保安局确认 大亚湾核电站运作正常 从网民发放的短片看到 大亚湾石化区火光明显 农烟密报 根据消防通报 事发在昨天凌晨两点左右 位于石化区的中海殼牌 第二期生产工艺出现事故 企业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未发生火灾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资料显示 大亚湾核电站和大亚湾石化区 直线距离大约20公里 针对传媒查询 有关核电站爆炸的传闻 本港保安局说 与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 查证之后 确认核电站的运作正常 全国首个小微型低空经济服务站 在深圳启用 主要是透过无人机 将快递由网点送到服务站 有快递员说 送货的时间可以缩减一半 何森言报道 在深圳福田 最近有小型低空经济服务站 正式启用 无人机在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将快递由网点送到服务站 再交给快递员派件 省回不少时间 每天从网点拿件到小区 派送要8次左右 装饰一个方法 比平时的快件量 增加50%以上 所以每次从网点到小区 需要一个半小时 但是现在有这个服务站之后 我们的时间能减少一半 这个服务站可以覆盖附近三个社区 大约8000个居民 深圳近年致力发展低空产业 有专家说 希望可以作为试点 当地计划 未来3至5年 陆续建成3000个 类似的低空经济服务站 除了派送快递 都会探索加入更多应用场景 包括冷宁物楼、医疗救护等 协助智慧城市建设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 以及主要第2份 成长不及其后 使用者 身体 map 底下 郡博